谢霄心中咯噔一下 暗自感叹道 是啊 我怎么把陆顺这孩子给忘了 陆一仰头将酒壶终久一饮而尽 随后放下酒壶 苦笑着摇头 因为酒的缘故 陆一颧骨微微发红 眼角眉梢挂着醉意 晨光中 整个人看上去欲发英俊 竟胜过许多姑娘家 谢霄空了空酒壶 喝口酒 光最后一滴酒 说道 陆一 你这糟心之事 应当一件一件解决 先把惊吓追到手 再考虑孩子的事情 你觉得呢 好 听你的 陆一一拍桌面 站起来问道 谢少帮主 你说怎么追惊吓 谢霄叔弟起身坐到八仙桌上 双手抱胸 垂着眼瞼问道 你仔细想想 袁大侠最喜欢什么 你就投其所好 送他什么 陆一扭头望着明亮的窗外 双目中宛若有火星闪烁 最终吐出一句 惊吓最爱的 是银子 嗨嗨 谢霄忍不住咳嗽几声 拍拙陆一肩膀呼啸不得 陆一 你真是了解惊吓呀 我说错了吗 陆一侧头反问道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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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霄从桌上跳下来 连连摆手 内心憋着笑 陆大人说得很对 这样吧 我替你送金下个礼物 你看如何 陆一笑了 你打算送什么 陆一并未喝醉 沉下脸问道 姓陆的 你这什么眼神 谢霄倒也不傻 气呼呼地为自己变白 事到如今 你还不相信 我已把金下当作自己妹子 最好如此 陆一走到窗边 打开窗户 一阵风吹净 他宛若从梦中刚刚醒来 在心里暗自懊悔 不应对谢霄倾诉心中苦闷 但话一说出口 说不回来了 也只能作罢 谢霄怀揣着小心思离开房间 他去帮陆一为金下准备礼物去了 陆一夜未眠 疲惫不堪 正于躺下休息 敲门声响起 随后是金下的声音 陆大人 您在房间里吗 再 有事情进来说吧 陆一慌忙做好 单手放在桌面上 打扰大人休息 悲止有话想跟您讲 说完 金下退门二入 不乏甚是小心翼翼 丝毫不似他往日的作风 陆一没等抬头 便先闻见一股浓烈的辣椒味 迅速抬走一看 只见金下肩卑包袱 眼见发红 一双毛子水汪汪的 宛若刚受了天大委屈一般 金下很惊讶 陆一身轻一正 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几年前 在扬州城 金下因为支牌仪式 也在他面前演过这场戏 如今这是要重新演一遍吗 果然 新月阁之事 是我不对 大人教训的是 金下双手抱拳 毕恭毕敬地说道 卑职不应该把脾气带入公务中 不但没有替大人分忧 还给大人找了麻烦 欧阳楚面前 倘若不是大人及时出手相救 卑职都不敢往下想 卑职真是罪该万死 陆一歇逆着惊吓 嘴角微微上扬 心情瞬间大好 说道 起来吧 惊吓站着身子 假惺惺惺嘀哭泣几声后 说道 大人说得对 卑职这样的人不配和大人共识 所以卑职已经收拾好包袱 准备回京城了 回去后 卑职一定紧急您对我一路的照顾和教诲 洗心革面 好好做人 陆一习惯性地转动桌面上茶杯 神情甚是惬意 正于开口说不送之时 突然想到刚刚谢霄说过的话 于是他柔声说道 惊吓 我也有过错 丝毫未顾忌你的感受 但毕竟是怕你有危险了 宛若蜗牛爬斑走到门口的惊吓 停住脚步 心道 刚刚说话之人是陆一吗 小爷不是在梦游吧 惊吓正于抬手掐脸颊之际 陆一的声音再次传来 聚惜把脸 下楼帮林一 眼睛里进了辣椒水 肯定不舒服 我 惊吓转身 神情窘迫地要为自己辩解 可话到舌尖又淹了下去 陆一走过来 推嗓着惊吓到门口 单刀直入地说道 为了眼睛好 还应当先去洗脸 送走惊吓 陆一躺到床上闭目扬身 这两日他已疲惫不堪 躺下没多久 便沉沉睡去 另一边 惊吓回房洗干净脸上辣椒水 之后下楼去帮助林一和盖书 清晨 来找林一看病之人不多 但来买三七 黄旗 党身之类滋补药材的客人倒不少 惊吓手指小同乘 忙活整整一上午 盖书和林一位忙着记账 一位收银子 倒也配合得很好 只是整整一上午 没见着泄霄的人影 斜阳照射着善元堂 衣馆门口的空地 有几片枯黄的树叶散落在地 衣馆打烊之后 用过晚饭 林林拉着京夏去自己房间 非要给京夏做神衣裳 京夏推脱不过 也只能硬着头皮搭硬下来 鲁八岁 盖书指小路易在房间休息 并不担心他 反而整日未见到谢霄 他心中开始犯嘀咕 谢霄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莫不是遇到欧阳天的人了 说曹操 曹操道 就在盖书站二楼走廊胡思乱想之际 谢霄蹦跳着跑上来 手中还拿一小包袱 像是裹着很重要的物件 谢霄 你可算回来了 盖书拍拍谢霄肩膀 胸中悬着的心算放了下来 盖书 惊吓呢 谢霄便问便用目光四处寻找 他在房间吗 谢媛媛 正巧惊吓从林林房间出来 毫不客气地推谢霄一把 一整日你去哪里了 谢霄环视着众人 宛若献宝般说到 惊吓 能去你房间吗 我有个惊喜给你 什么 惊吓后退一步 本能地与谢霄拉开距离 哎呀 快走吧 金屋你便能知晓了 谢霄冲盖书笑了笑 笑容中隐藏深意 他觉得盖书能懂 这两人 惊吓房间中 为了避嫌 谢霄并未将门关上 反而留着道缝隙 袁大虾 你看这是什么 谢霄打开手中部包袱 一把崭新的手冲呈现在惊吓面前 烛光中 那手冲小巧精致 闪烁着金属光泽 一看便知是能功巧匠金雕细琢出来的宝贝 谢媛媛 哪儿来的呀 你也准备用手冲吗 惊吓微微咧嘴 心中暗暗不服 你这丝功夫如此了得 用得着手冲吗 我不用 是陆毅给了我银子 让我去买来专门送给你的 谢霄眉眼真诚 惊吓却听后心中没礼了 陆大人 为何要送我礼物 惊吓盯着手冲 心里开始回忆杨捕头冲 他说过的话 自己曾经是陆毅的夫人 只是生病忘记了许多事情 莫非 陆毅当真是我夫君 谢霄眉看出 惊吓的迷惘之色 宛若媛婆父提搬一个劲 说道 陆大人心悦于你啊 所以才托我跑边 红叶阵寻着手冲 五十两银子啊 袁大虾 他这是在追求你 追求我 你们不是说 惊吓硬生生 把后面的话淹了回去 心中一云升起 倘若小爷真是陆毅夫人 他这么做 未免也太多此一举了吧 我袁惊吓自认姿色平平 陆毅纳斯凭什么 对我如此情深意重 这里面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谢霄无意中的举动 反而让惊吓 欲加不信自己失忆之事 袁大虾 五十两银子啊 谢霄将手冲放到桌子上 伸手笔划着说道 这可是你几乎一年的俸禄吧 五十两银子 惊吓一个机灵猴 拿起手冲 直奔陆毅房间去了 倘若花 掌揽 你 付出